大家好 看过此段影片 记得按赞及订阅 谢谢 这段是要跟大家讲解 一个JS 的除错心得 问题与答案 用JS里面的switch代码 就很容易 并能够达到我们的需求 选择限制问题 用JS里面的switch代码 就非常的容易 能够达到我们的 需要 代码 结果 没反应 那现在要除错 点击右上角的 功能菜单 更多工具 点击 开发人员工具 主控台这边 就会显示错误 复制错误的讯息 Google翻译 贴上 未捕获的 语法错误 未捕获的 未捕获的引用错误 把这里面的代码删掉剩一个 试试看 储存 重新整理 那这边就没有报错误 平捕获的 少了 BREAK 重新建立 有出来了 这代码删掉没有关系 因为NOTEPAY++ 可以还原 点击这边的还原按钮 或者是你直接使用注解的方式 斜线新 新斜线 这样也是可以 后来我仔细看了代码 CASE这边 少了一个冒号 冒号补上 重新整理 这边就没有错误了 就OK了 关闭 好的 那这段的说明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耐心观看 此段教学 谢谢大家